中文字幕 李宗盛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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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等一下 等一下 你 等什么 我车转到那边去了 哎呀 突然间失灵 哦 脚痛了要没 那你看一下这什么问题啊 我赶紧去接亲啊 你你等一下嘛 等下我再慢慢检修啊 哎呀 脚痛了现在 要啦 拿好你的 哎呀 你帮我检修啊 我帮你检个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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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你 我帮你检 你检 你检 你干什么 你检 什么意思 今天是你接亲的 你 这马路是你家的啊 那也不是你家的啊 那你在跟你默默相像的干什么 那我的脚痛啊 很痛的脚 痛的痛死你的啊 走 走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走 走 走 不要那么冲动啊 走 走 要搞得多不吉利 怎么不吉利上车 上车啊 你把我车弄起来 不要的话你别走了跟你说 把我车弄起来 你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就把我车弄起来 把它弄弄弄回到这里来 等下我看看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把车开走了 你车已经坏了还弄弄弄弄什么弄 一点的小问题而已 把它弄起来 就是要拿个红包给它算 你看你的穷光蛋一个 香巴佬 我虽然求你 但是我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红包 今天我结光别说我拿去休息了行不行 不行 我不要你的红包 拿钱 这红包也不少啊 你有十块钱了你知道吗 我不缺钱我就要 不想要你的钱你把车弄起来 然后我赶着回家去做饭了 拿起吧 不要不要 把我车弄起来 原来我车才去回家做饭急着呢 你别逼我啊 放他弄一下吧 是啊 这美女说就帮我弄一下 现在天气这么热你 你也能顶得住啊你 哎呀 我都快怎么晕倒了你快点帮我弄起来 哎呀我们也上个休息一下我看看能熬多久这个死老头 来上个 哎 我也在这里 你什么意思 我看你能熬多久 把弄起来行不行 你非要熬是吗 行 反正 我就坐在这里了 反正我这里有招 哎呀我喝酒 看谁熬多久 哎呀我喝酒 哎呀 大爷要不你心心好 让我们先过了好不好 不用不用 我就在这里喝酒算了 哎呀 这 等一下我们那个池池会到了 妈真喜哦 这个大爷真的是 我好想偶遇跟你说你自己布丁 你 别勿劳远起我的人生大日 是不是 你我叫你捡起来你都不捡 还说要看谁要路线 我我也叫我不怕 哎 那你想怎么样 没想怎么样 把车弄起来就行了 跟我说了对不起 哎我在这里等他 我干嘛要冲死你 哎 如果你帮他弄一下呗 要不愿他一直在这里不走 走不走 太好吃了 你不帮我捡起来我就不走了 我让你吃 哎呀 我让你吃 走不走 我叫他吃饱了 你丢就丢了 啊 你越是那么小张的话 今天啊 你就别想从这里过去了跟你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了不起啊 我不是谁啊 你就帮我捡起来 不然让你赔钱过去 你信不信我 我纷纷就放到你在这里 你放啊 随便你放 你信不信 随便你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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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巴了 力气这么大 哇 我 天天 去闪家干活 哎 放到你们这种 啊 那么瘦血了 一两个三五个不成问题 你看一下 哎 哎 要不要看一下 哎 是你这种 还要放到我 你是欺负我们市民啊 你这香巴了 是你欺负我 哎呀 那我 把你捡起来 行不行 行 捡起来 把那个粥也弄起来 跟我说对不起 不然的话你走不了 你 你来一下 哎 这么重 哎 你别那么冲动了 按住那个离合 压一下 哎呀 放到我 哎 你那么大 这个香巴了 真的是 那么嚣张 不要你不要 哎 我刚刚只是累了一点 为什么早就把你放倒了 跟你说 哎 你这么大 年轻人你不要那么冲动跟你说 遇到事情啊 你得 有点耐心行不行 啊 我无非就是让你等那么三两分钟 啊 你都等不了 你还怎么做事啊 还结婚呢 谁怎么婚 这人耐心都没有 哎 这大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我我 我太冲动了 哎 零零三分 不讲一秒 你听到过没有 哎 如果今天你稍微等一下 啊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 现在啊 丢脸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一传出去 新娘官 新娘官都被摔倒在地 哎呀 怎么好意思呢 我反正我一个农民我怕什么 哎 哎 大哥大哥 到你的家 不大问题 我要去接近了 他 以后注意点啊 不要那么冲动 遇到事情要冷静一点 再也不敢欺负你们这些农民工 对 乡下人了 永远都不要瞧不起农民跟你说 啊 没有农民你们吃什么 啊 好那你让一下让一下啊 我我我我先开始过去啊 这样吧 新娘子出门了 哎 哎呀 舅舅没来 舅舅没来啊 是啊 我舅舅没来啊 舅舅来看 海洋吧才能出去啊 你那舅怎么那么久 哎 耽误时间了 应该快来了吧 哎呦 打电话问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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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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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 哎呀 你认识我舅舅 哎呀 不认识先给红包出门了 快点 这样说了 出什么门我不同意 怎么了 怎么不同意 怎么放心把我这个外甥女 嫁给你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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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是你舅舅啊 是啊 我舅舅要干嘛的 哎舅舅 刚刚 你也教育过我了 是不是 我也 改了 刚刚 我丢了你舅舅的车 难怪他耽误他这么长时间没到 就是这样啊 你看你看 你看这种人你还敢嫁吗 不是的 可能是他心急来接我 是是是 他人很好的 那急也不能够丢人家的车 不能够打人了 还有打我呢 道歉啊 他丢我的车 我喝酒 把我的那个装酒那个都丢掉 哎 舅舅舅 对不起 你哎呀 今天我跟小静 也相爱了这么久了 是不是今天咱修成正午 所以说 你 刚刚 这样对你实际上很抱歉 实际上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定改以后 一定改一定改 哎 舅舅 给多个红包 哎 舅舅 好 你原谅一次我妈妈 小静啊 我 现在我劝你啊 你要考虑清楚这个男人值不值得 你首先要考虑清楚 反正是你的中间 不是我的中间大事 不是我的中间大事 我只是 刚刚了解一下他而已 认识一下他而已 你不议你要跟他过一辈子 嫁不嫁是你的事 现在我只是提醒你 哎呀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他应该 是心急了 他都跟我拍了两三年了 很好的 对对 我对小静也没有 加包过什么之外的 哎呀舅舅 刚刚我也是一直冲动 哎你也知道 我很诚恳改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就让小静 嫁给我吧 舅舅 嗯 舅舅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原谅他一次吧 哎行了 反正你愿意嫁就行啊 啊我相信你的眼光 啊 相信他 也是由于一时冲动 啊但是我首先要提醒啊 以后你遇到什么事啊 首先要冷静啊 啊特别是 一定要对我家小静好 知道吗 知道知道一定一定 你放心 我要是冲奖来的 哦 教育的事啊 你这个人真的是 啊行了行了 那就出门吧 来好 来 给我们吧 谢谢救救啊 走走走 出门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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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